兄弟们这是最近两次DBS的调整公告 在经过这两次调整后的DBS 现在的设计间隔缩减到什么程度呢 打完四发子弹 总计36个弹丸 用时0.93秒 这还是我首按的 实际可能更短 而单颗弹丸命中身体伤害为25点 所以就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它能打出瞬间900的伤害 那秒钟就是1000的样子了 兄弟们1000多秒 咱有一岁 你私下可能都看不住 接着咱们看看伤害衰减情况 一般来说 线杆枪的设计距离最好是在10米内 咱们就以刚好10米为距离测试 可以看到DBS命中身体还有22点 而S2K就只有19点了 所以这么看DBS确实要猛很多 然后咱们再看看裸枪下的妖狩伞步 先看看移动妖狩准行的放大程度 这是DBS的 这是S2K的 完全没有变化 说明二指设定的初始伞步是一样的 再看看禁止状态的弹丸伞步 多打两次我们会发现 DBS和S2K的禁止弹丸伞步 也遵循几乎完全一样的规则 但是S2K单发后座力要比DBS大很多 简单给你们看个对比 但毕竟是现代强 后座力不是主要的枪线数据 DBS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射击机制 就像MK47的两连发 掌握了节奏后会非常舒服 我个人觉得S686现在估计在哭 S686也是双喷机制 但是每次双喷完必须得换弹 虽然换的还是算比较快 但是这个间隙DBS已经打了好几发了 说实话兄弟们 我觉得S686要不要再加强一下 毕竟是众生平等的代表枪 最关键是DBS还可以编换弹 编输出这种独特的机制 在应急的情况非常好用 但是不同于步枪的两连发 它在单发之后 下一发也必须是单发 只要展下设计间隔才能进行两连发 可以看看枪械图标左侧的这两个原点 所以有时候在单发之后 我们忘记了已经单发过一次 操作可能会有点卡壳感 特别是刚上手DBS的兄弟 还是要注意一下 接着就是DBS的操作方式 依然还是要结合自身的妖狩走位来 但每次两连喷还是尽量先预判敌人走位 甩过去打 毕竟敌人存在着不动和你输出的情况还是很少的 不过DBS这个两连喷的机制 我个人觉得倒是非常适合兄弟们打散弹枪 就能喷两下然后拉回去 喷两下然后再拉回去 每次喷两下的过程 加上走位就不到一秒 是散弹枪非常舒服的节奏 搭配DBS的独特射击节奏 感觉这两个节奏就是混人一体的 商量这么高 射击机制这么独特起舒服 难怪这个版本大家都在用 兄弟们真可以尝试一下好吧